生蚝和牛扒这些普通不过的食物 在迪布拉营里却是可以生子的宫廷秘方 在那个还不是特别开放的年代 迪布拉凭借一部香港爱曼妞一托成名 因为剧中有大量的大尺度戏码 有时还需要全裸出镜 但这在拉姑营里都不叫事 全都情理情为 于是这部影片已经上映 就引起巨大轰动 而大开鲜河的迪布拉 从此在香港娱乐圈名声大扫 成为街头巷尾被人热议的女星 同时还吸引了花花公子谢贤的注意 彼时的谢贤已经在香港银潭走红多年 然而比她作品更出名的 还是她那绚烂的情势 谢贤的初恋是著名的隐形嘉玲 据悉两人谈了十年 因为她迟迟不肯结婚 最终分岛扬镳 不过四哥没时间 被邱商春很快找到了新女友 比她小11岁的萧芳芳 但结局依旧已分手收场 接着再遇到当后女星 蒸蒸后 直接将人拐进谢家大门 但不知为何这段婚姻 仅仅维持了一年时间 而现在谢贤又对风情万种的 迪布拉一见钟情 即使彼时的拉姑并非单身 依旧阻挡不了四哥追人的决心 年轻的拉姑 哪是情场老手的对手 很快就醉倒在谢贤的温柔乡里 当机力端和她远走他乡的男友分手 可他们的恋情 却遭到迪布拉一众亲友的反对 不仅因为谢贤 隐堂浪子的名声 最关键的 还是她万花丛中 过却片也不真身 所以坊间一直盛传她不行 但拉姑不顾众人反对 铁了心的要嫁给谢贤 没想到 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谢霆锋 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怀疑 这个孩子是试管婴儿 然而谢贤出面 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他称谢霆锋之所以能出生 是因为老婆有生子秘方 这个秘方的真假 我们不得而知 但谢贤却在不久的将来 给了拉姑一个惊喜 甚至差点让儿子谢霆锋 换了个父亲 1985年的一个深夜 精心打扮后的迪伯拉 为了自己签下巨债的丈夫 敲开了赌王何鸿燊的房门 而拉姑做出这个决定 也是走投无路 彼时的他刚嫁给谢贤 没几年 刚开始的日子却是舒坦 但不知是不是 谢贤入戏太深 拍了大量赌篇的他 也深陷赌博不可自拔 没事就跑去澳门 在赌桌上指点江山 可这玩意儿十读九书 很快四哥就输得连底裤都不慎 不仅败光了多年来的积蓄 还在外边欠下天价巨款 据悉连本代息将近1600万 那段时间追债的人 几乎每天都会找上门来 对着家里又砸又抢 而在那个年代 要是一直还不上钱 是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 因此拉乌为了解救丈夫于水火之中 打扮了一番后前往赌王家里 想找这个曾经和自己游过义务之缘的老朋友 寻求帮助 于是在迪布拉和何鸿燊见过面后 谢贤的债务从此一笔勾销 可随之而来的却是老婆和赌王的绯闻 在房间传得沸沸扬扬 其实在这之前 两人的关系就扑朔迷离 现在又整这么一出 更加让人觉得拉姑和赌王关系匪浅 向来爱搞事情的王金 还在赌王大亨这部电影里 大胆映射了这段感情 因为男主的原型就是何鸿燊 而影片里他有一个情人迪云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原型就是迪布拉 甚至当时还有谣言称 谢霆锋是何鸿燊的私生子 因此拉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鄙视的他还不知道 谢贤根本不值得他如此付出 真的有男人 愿意看到自己老婆和前夫 拥抱甚至接吻吗 好巧不巧 迪布拉现任老公江耀成 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当初在拉姑给谢贤 生下一二一女后 两人渐渐失去刚开始的激情 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 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让对方开心 于是一合计便决定和平离婚 再一次恢复单身的谢贤 似乎又变成了那个身形风流的四哥 没多久已经70岁的他 看上了比他小49岁的coco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女孩比他儿子谢霆锋 还要小5岁 而四哥虽然年纪大了 但魅力不仅当年 没出多大劲就将对方收入囊中 并且高调官宣恋情 堪称老牛吃嫩草的成功案例 虽然coco一再强调 她是因为爱情 才答应了谢贤的追求 但奈何相信她这套说辞的人并不多 而迪伯拉也在离婚后 遇到了自己的真名天子 蒋耀成 并于2000年步入婚姻殿堂 不过奇怪的是 拉姑和四哥在分开后 关系却变得更加要好 即使各自都有了家事 依旧阻挡不了两人的热情 2018年 迪伯拉和谢贤 在一次线下活动中相遇 拉姑走到四哥身边 熟练的捧起对方的脸 对着嘴就亲了上去 而老公江耀成全程都站在旁边 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无独有偶 两人再次在赌王葬礼相遇时 又一次热络的相拥在一起 反观正公江耀成却像个局外人 或许正是之前真的爱过 所以即使两人已经离婚多年 但早已将对方视为亲人 因此 那些我们认为有点过分的行为 其实在迪伯拉眼中 再正常不过 娱乐圈里面的爱情故事 有很多种 当然一些分分合合也很常见 就在近日 有媒体拍到谢霆锋的妈妈迪伯拉 和老公外出逛街 照片中的两个人 看起来是十分的恩爱幸福 两人在大街上搂着腰 相互之间碗之首十分恩爱 当天迪伯拉穿着一身粉色的运动套装 特别的阳光 也很有活力 而且头上还戴着一个粉色发箍 打扮的就像一个十七八的少女一样 小编查阅资料之后发现 迪伯拉现在的老公并不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 他们两人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 迪伯拉的信任叫江耀成 虽然两人有着十一岁的年龄差 但是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十分的甜蜜相爱 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姻缘 年轻时候的迪伯拉也不是一般人 当年的迪伯拉作为香港首届选美的冠军 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时候 颜值震惊了所有人 当然了 曾经的谢贤也是正值美好年华的大小伙子 遇到迪伯拉之后 很快就对迪伯拉产生了倾诉 那个时候的感情也是十分的真挚 说起来 年轻时候的谢贤是爱惨了迪伯拉 同时迪伯拉也被谢贤的满腔才华征服了 两人双双坠入了爱河 后来如同人们期待的那样 这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迪伯拉为谢贤生下了谢霆锋和一个妹妹 苏花说 婚姻是爱情的粉末 日子过得久了 再生的感情都会出现裂痕 更何况是明星呢 面对娱乐圈里面的各种诱惑 很快谢贤就对这段感情没有了当初的热情 当时迪伯拉还是想要尽力挽回 迪伯拉想要通过寻找新的交往对象 来看看谢贤的反应 结果在谢贤知道之后没有生气 反而很冷静的说 既然这样 那我们离婚吧 我成全你们 不管是谢贤故意这样说的 还是两人确实没有了感情 谢贤对婚姻生活感到乏味无聊 想要结束这段关系 总之两人离婚了 虽然离婚这么多年 谢贤的身边总是会有各种女友的绯闻出现 但是谢贤至今还是一个人生活 并没有许奇 反而迪伯拉离婚之后 很快就收拾好了自己的心情 重新出发 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2000年的时候 两人很快结婚 婚后生活也很甜蜜 今年69岁的迪伯拉 比现在的老公大11岁 不过现在这个时代 年龄并不是问题 只不过之前在赌王的调音会上 两人还碰面了 谢贤和迪伯拉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出来 当时还有网友说 看起来两个人好像特别的暧昧 小编在查阅资了之后发现 根本没有 当时迪伯拉的丈夫也在现场 大家都是一同出现的 只不过刚好遇到了 而已 毕竟恩爱过 互相之间聊几句也没有什么的 现如今的迪伯拉也有了自己的归宿 虽然没有了港姐的美丽 但是身上的气质以及韵味 还是依旧吸引人的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能够幸福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